大家好 今天就是十四日星期三了 今早下雨 下午 如果好玩天 仍然可以運動 每天都說天氣和運動 真的有趣 有什麼好說呢? 奧運正式完了 算到最後一塊獎牌都拿到了 美國佬剛剛贏了籃球 就變了四十四十 但是因為銀牌、銅牌那些多 一排當然就排在你的頂那裡 其實從來都應該分兩個表 是不是? 總共獎牌數是有的 總之這些不是統計的 這些叫做數字遊戲 就用這些方法令到你覺得自己在頂那裡最厲害的 看看數字吧 美國是四十 銀牌是四十四 中國是二十七 是不是? 今排中國有四十 算是這樣的 好像已經是歷史最多了 好像2008年那次 主場之利 為什麼主場之利會贏呢? 因為主場有權加項目的 自己喜歡的項目 如果打太極都可以的 加上可能可以的 是不是? 我記得有一年是伊朗主辦阿雲 是不是? 小時候的時候 一直的金牌榜都是普普通通的 伊朗沒有什麼 而且伊朗是那一屆金牌最多的 這樣也沒有了 這樣也沒有了 空手道上一屆 有這屆 好像是沒有了 其實有一年看過一個很長的馬拉松游泳 當你有一個河或海 水比較淨 你可以玩這些 當然啦 比如你跑步都是很多田徑比賽 是吧? 那你可以再加一些的 一百里的越野赛 一日跑越那些 我们很多时候有这些比赛 有些东西玩 但是没有 奥运不是 奥运不是 其实每一届都有出入的 那这些呢 主办国很多一些的 因为他自己可以加的 就他 所以就会好些 那法国都没有什么多 不多了 跌出这个投胃的金牌榜 那没所谓了 是不是 真是没所谓的 如果你没有讲什么体育精神 那我问你 你去运动为什麽呢 就是我去运动为什麽呢 是不是 最好安排一个每五年就一个年龄层 那不公道嘛 是不是 男人女人就分开了 老人和小孩应该分开 少年有少年组 老人就没有人组 相残就有相残组 是不是 那你越是分一生就越是方便不同的人不同的级别 那其实有个鼓励作用的 相残分开这些多些牌子大家玩一下 那那个意义都是 就是 还有那个意义是代表你个人的 最重要的是 你奥运那个精神 或者是人去比赛嘛 五个环 五大洲 就是不同的地方国家人都可以比赛 就不是用国家 是争国家荣耀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我们强国 那我们还说五千年文明了 这麽简单的东西 你没有讨论过 中国人没有讨论过 官方不鼓励 官方只是鼓励一件事 什麽都是 因为共产党的管治就是这样 又无神 没有一个 以前还有军权神授 天命这些东西 又怕自己 现在就是西方用民主 是不是 就是没有 它靠一个自我言俗的一个机制 就唯有就是靠这个 所有东西都将它 但是现代社会 就是民族主义很稀 很稀的 稀了很多的 就是有时 或者前几年有人传这些爱国人士 传一篇文给我看 没有国家 人民什么也不是 是有哪个文 国内的强国文 当你歌颂共产党 叫我看一下这篇文章 很有意思 那我就回一回它 我说没有人民的国家 是不是一个国家呢 是不是 没有人民的国家呢 民民重要还是国家重要呢 是不是 当然它不懂回答 我这种高层次 我还有一样 如果没有国家 就没有国家 有哪有国家 如果你想到这样的时候 那就很简单的 移了去其他地方就行了 移了民去其他地方就行了 穷有穷 有钱有钱的移民 其实是有历史来都是会出现的东西 所以你的国家多威都好 我移了去澳洲 你喜欢就认同 就是最老土的中国人 你知道是中国人 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呢 我们曾经认中国人 曾经他穷的时候 穷亲戚就认他 现在有钱了不想认 大家有理我 我最好 人的东西是很怪的 认同是另一种东西 那我们还认不认同香港呢 走去都还认同 是不是 香港现在陷入苦难之中了 但是呢 离去的香港人还是认同香港 香港价值 香港价值是什么来的 很空泛了 不管理 有而已 你说这些奖牌数字 数字游戏而已 有些强国人嗨 将香港和台湾都列去 香港都还罢了 都不是罢了 是没有理由的 当然啦 公道点啦 一国网民就不代表所有的 都有一些make sense的 理性网友指出 香港是自己为了当第一 被人笑咯 这样的确是有些这样的 你中国里面都是有头脑清醒的人 讲道理的人 理性的人 是不是 个个都受过教育 不过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 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做中国人呢 现在 香港人可以认做香港人 可以认做香港人 是不是 可以认做 你想一下 反而以前的明地时代 我们那些香港人 有时候我们是中国人 以前 后面 不知道 总之反而觉得 认中国人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那时候是很穷的 所以很欲酸的 中国人 回到去都觉得他这么落后 反而不介意认中国人 现在呢 哇 巴欣赤闭了 是不是 什么都说到自己 是不是 我都不要理会他 我如果不走入中国 那你多威力 我都不去外国 是不是 我就在香港 我活得舒服就可以了 认同香港就可以了 大家都是的 去了外国当然了 你可以认同香港和英国 是不是 你移到英国 去台湾 香港和台湾 香港和加拿大 人 两种人 两种身份 OK的 是不是 不用强调哪一种 但是香港人是很清楚的身份 但是中国人呢 理论上你都可以认同的 还有老华僑那些 是不是 肯认同的 那就吵架了 是不是 就是这些是自己不生性的 我觉得 你移到外国 你首先认同应该是外国的 就是那个国家 是吧 你 运动员也是的 我是很贊成的 你觉得 哎呀 以前不是 何智丽嘛 那个 就是有个打碰坑的 那些官僚 奥委啊 就是中国里面那些 不让他打 是不是 不让他代表 入国家队 那他就移民去日本 代表日本拿到金牌了 然后赢了两次 回来 差不多了 那你说 哦 就是中国国家培养你 你为什么不爱国啊 那你在个人的立场来说 为什么不是自己的努力 是不是 还有你的国家 如果你的国家里面的制度是不妥的 是不是 将个运动员当作是工具的 是不是 那你有权 选择去另一个国家 你这么喜欢 一定要代表你 要选来选去 那我去走一位 走到另一个国家代表 我代表到 有什么不对呢 没有啊 是不是 因为运动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来的 当然国家培养你 给钱你 诸如此类 你如是拿到一个因为多 你要多谢他 这样是对的 但是富裕国家是人都当了人权的 已经不是什么了 是不是 和国不国家其实没有关系 是不是 你所有金牌的运动员去到美国 是不是 香港和澳 台湾那两面都拿过去 这样就赢了 但是你 即是玩数字游戏 那一玩呢 你其实都很衰弱 你十四亿人 那和印度比 孟加拉比 人口比例 他们得到这一排 极低 是不是 没有钱搞体育 是不是 这样也有钱搞体育 但是你去到一个 level 即是你基本上 比如你给他一些奖学金 诸如此类 他可以选择做运动员 苦练 较容易突出 OK的 这个OK的 但是你说 最终成不成功是个人的问题 你国家不是不在那里栽培他 你只是叫做 叫做辅助他 因为你富裕了可以 可以养一些不用说生产的人 让他专心去做体育运动 那大家好 你就好了 或者你不要当好不好 谁好谁不好 当是一种福利 国家要文化多元 呼吁社会有权讲这些 是不是 就是大家有钱都会想想 我要怎样work life balance 不可以天天做事 有钱了就会预夥 就是这么多 所以其实你人是应该自己 就是个成就归自己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的 意义也是这样 是不是 因为你鼓励人是不断上进 现在讲的是 你喜欢玩这些数字游戏 其实我也有一件事要比较一下 你为什么十几亿人 基本上是富裕了 基本上起码你就算穷人逼人都吃得饱了 每个人健康良好的 那你那个 你不是非洲那些 非洲那些比例高的 就是说你不是基本条件相同 那你运动上的那个表现 是不是 那美国是多少人呢 美国三亿人都不够的 三亿几十还是三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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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亿几十还是三亿几十 但是中国的指数一困下来就变得很低了 是不是 好了 香港都七百万人 两个金牌很高了 是不是 两颗两颗两颗很高了 就是证明香港是一个成功的社会 是不是 也都不用像大陆这样 国家栽培的意思 就是困在体育学校那里 日年夜年 从中百中选一 千中选一 这样弄出来 不用做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 好了 主要起因就是因为 这个话题就是因为 刚刚刚这两天才正式完 所以我都 逐一天见到的了 那这一刻叫精神 因为 大家都拿了四十年了 数一数一数 准确一点 美国就有一百二十年了 那总共中国只是九十一年了 香港也有四年 如果人口比例放上去 香港就高过它了 日本是几高的 日本是一亿多人而已 也有二十年了 日本就真是厉害了 如果你这么说 人口比例 澳洲也很厉害 澳洲也不够一亿的 人口有十八年 你也有四十年 一半 是不是 澳洲也有五十三年 只有九十一年 如果总共金牌加银牌 你很不妥的 其实是完全有待努力的 但是当然了 正如说了 还有很多数字游戏的 你开一些冷门的 那你为什么田径呢 就是跑步那些这么多牌的呢 那美国人不着急 跟着就是游泳那些 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吃药的问题 还有男女性的问题 我看得比较多 看我来说 又很难再去帮哪一面的 我哪都不帮的 因为美国人有没有吃药 一定有 以前欧洲 其实所有运动人都吃药 但是哪个监管你吃 没有人监管你吃的 最终到最后是你自己吃不吃的 所以其中有一个 人家有权怀疑 因为为什么怀疑人呢 等那些捉鬼专家 喜欢去捉鬼 因为他自己是鬼 就是这样而已 美国人一定有吃药 就是很多运动员有吃药 但是官方一定不公开 中国都没有 官方都说 那就常常验着 但是你去到一个小小的体育学院 就是自己的一个团体 或者一堆人 一个会这样 你要争取成就 你的教练 你自己的成就 你很容易就 因为很多人说我听的 你就算验不出 你也不定不定要去吃的 因为你平日吃得多 只要去 强壮了 但是通常吃多类固醇 你真是厉害了很多 举重那些有没有 我相信人有时候吃保品 总之那类东西 只要不要吃药 但是吃药一定是伤身体的 自己有没有吃药 诸如此类 始终心中有数的 有些没有吃的那些就说 你没有意思 没有什么意不意识的 看你做人的心态而已 就是 如果你好像中国那些那样 其实它调治的心态就是 我有吃的 你也有吃的 大家帮我遮掩到 你遮掩得不好 或者遮掩不了而已 是吧 就是整天 或者成绩落就赖 你们吃药这样 这些事非无需太过什么的 我相信所有人都去到职业化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偷偷吃的 总之官方不好 而且第一 官方不肯认数 你自己偷 被人验出 你自己负责 是吧 另外就是一定是伤身体的 就是吃药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就是想增加运动成绩就吃什么药 吃东西可以研究一下 吃药就一定不好 好 大家都知道了 可以不吃不吃 连病都应该不会吃药 是吧 好了 很多网民都说 丢人 都好的 大家想想这些事情 为什么会整天这么丢人的事呢 就是因为你这些国民教育的关系 强调了国家 忽略了个人 而且要跟别人比 是吧 为什么你不是个人去比呢 是吧 就是 你是哪一个人的成绩 是吧 不如你读哲学 我读哲学 读法律 那我就看他那个官好不好 那些哲学家那些理论好不好 是吧 有什么值得什么 那你如果中国就好像中国式的哲学家 中国那些哲学怎样威 用国家分类 为什么你不用人的智慧去分类 而用国家呢 凡这个事情涉及国家就有时候很老土 香港人的好处呢 其实没有那种土味 是吧 尤其是现在跟中国喊过架之后呢 就是香港人 那就算了 不认同你这么多 而香港不是中国是官方安排的 就不是香港人自己的选择 是吧 就是连国内都知道了 不要这么算了 澳门就没有参赛 不过好像澳门是因为没有正式加入 他如果要参赛 他要跟中国队 那我想他选不了了 就不简单而已 因为香港就是过了那个时间 好像现在不可以 这次澳委会就有一个类别的叫做难民 就是没有任何国籍的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大进步 当然很难安排 但是那里难民不知怎样生计为主 还有这个人去运动 但是做样子 当然找了一个在难民做代表 那他不代表英国是吧 类似 很多国家有难民 难民身份的人也是运动员 可以弄了一个奖牌给难民的 开始好像第一个金牌 这个就对了 这个就是不代表任何国家代表个人 那其实奥运整整应该想想如何取消 就是国家这个 这个远了一点 总之中国这么多亿人 如果运动是自然发展 那为什么美国那么成功呢 当然他有一套方法去 培养好 催谷好 怎么办 但是人家不用困了那些十几岁的人在体育学校里面 就是专门是体育第一读书第二 到他体育已经不行了 这样就才叫他回去读书了 那如果你是叫做培养人才 但是其实你将个人的生命握杀了 是不是 你说我多牌 多奖牌 成绩好 是不是就是追求成绩好 就是运动的意义呢 是不是 简简单单 你都知道了 普遍了全民运动 大家健康 社会这样愉快嘛 不是强国这件事令到你愉快 是整个健康情况改善 令到你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的民族 是不是 香港人 是不是 是不是 多了运动 所以才自自然而那些 成绩都相对好了 当然啦 今年也有些是非 说运动员奖金太低了 我觉得钱多你就给他多一点啦 没钱 没钱便早点转行啦 将运动变为业余 没坏的 这件事一定 就是你最精英的那些当然要他天天练 连做事都没有心机的啦 练到 那这些就要给真佬 比较好些的工资 有份量给他 其余不是的 那就自己选择而已 是不是 能个人有选择才是嘛 那就对了 七千多元 如果他们当他们是学生 他就有很多钱了 没什么钱要花 住在体育学院 那的话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他说我要生计 我要养妻活儿 那你就要问一下自己是不是还有机会去 是顶级的运动 如果顶级说给一份量他都对 但是不是顶级 或者没有机会入顶级呢 那就不要占用社会资源了 因为事实上这个社会始终都是 各方面都重要 是不是 不是每个人吵得多就应该撥钱给他 是不是 这样的意思 你要公家撥钱 那你叫老闆给钱 行不行呢 或者囚钱行不行呢 那就另一个想法了 好了 今天就是讲 竟然是体育精神 是不是 因为看了存在主义 存在先于本质 人是存在了才是 你是运动员的 是不是 本质就是你运动员 接着就是中国运动员 香港运动员 那些就是人运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 中国有多少运动员 练出来的嘛 培养出来的嘛 香港也是有套系统的 是不是 那如果你说 问你自己作为运动员呢 你应该比较 其实奉会运动员也是的 是不是 其他那些是次要的 是不是 最紧要是个人 是不是 我做运动员是怎样的 当然你有个错误的价值 是一定要代表中国拿回什么什么 这个都很尊重你的想法啦 但是没什么需要 也不合理啊 是不是 运动就是个人的事来的 是不是 不是国家的事 所有东西都是政治利用了 所以我们有这么多是非 是不是 不知道英联邦 日不禄帝国以前那些 全部都掃掉的时候 英国可不可以 英国会不会是最多奖牌呢 看看有没有人做这些数字游戏 都是的 你说对不对 其实没有不对 因为马洛西亚 印尼 是不是 如果有华人在那里 是不是要算他中国人 华人可能有一个数字 是不是 可以是一个数字 即是华裔血统 何思培都是一半的 分一半给人去 諸如此类 那为什么一定要中国的 巴南帝 归根到尾 就是这几年 不想认为中国人 就是我觉得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 中华文化我没有任何不认的 自己也是好的文化 长远 很多好东西 好东西为主 但是封建当然有一些 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认为中国人呢 就是老子肚子嘛 是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大家说 我香港人很地厌的 你去外国 我香港人 你很尊重你 你是中国人 以前很窮 现在扮到很有钱 窮的时候就难逗逗 有钱的时候就懸富 经常不知道你有钱 被人的感觉不好嘛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香港人不是的 香港人从来都不是的 也不用整天都什么大国主义 没有这些东西 不用的 因为不是国家嘛 反而有这个好 香港人不是香港人很舒服 香港人收下差 非常舒服 是不是 看体育运动也是啦 你喜欢看就看咯 是不是 你不用说这个 好像一定要 但是是这样的了 一般人的疑婚思维 是要有这样的疑婚思维 做人才舒服的 是不是 好了 那么老土啦 那你中国有很久老土的了 也都不是说希望变回一个自卑的角度 以前是很自卑的 那么没得说的 但是现在呢 变成了自大又不是的 有很多东西其实你看到的 是不是 台湾是成长的 全面成长的 香港你还可以硬硬 其实也不是的 你说你为什么不是英联邦里面那些 就是 当它是英联邦的国家 因为你是英联邦的 香港那套 体育会那套制度那套制度 整套制度是英联邦的嘛 所以就算是 你说英联邦 当它是一个有多少个奖牌 你可以玩这些数字游戏 你要明白这些其实是数字游戏 好了 奥运就完了 希望多玩一些政治 正常的政治话题 我就很少讲 但是也有水平 讲到这些话 是吧 是吧 值得反省一下 是吧